针对这样子一个内容 针对这样子一个内容 我们这边有三种观看的方式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报表 报告就是等一下 我们稍后会教你做 做视觉化分析 问题是在做视觉化分析之前 我们可以透过第二个方式 这个资料检视的模式 让你去看到资料内容 第三个不用看 第三个因为现在我们就只有一个表格 一个表格不用设 跟另外一个表格的关联 对吧 因为只有一个表格 所以我们就先停留在资料这边 好了 请问一下 现在我拿到的资料呢 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栏位 其中第一个就是 部门别 部门 哪一个部门 我现在先随便问你一下好了 你觉得你的长官会 其实不要问长官想知道什么 应该是说 你觉得你该分析什么才对 例如说 我们这边可以算一个总偷头 可是你觉得会不会需要知道 到底是区公所发布的新闻比较多 还是市政府的那个什么局 发布的新闻公告比较多 因为这是有差别的 可以吗 好 那再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发布的时间 贴文的时间 因为这 这个 date id 就是好像一笔一笔一笔的新闻 好 那这边是不是有贴文的时间 就发布新闻的时间 他这边至少有日期 请问一下 新闻越多 就是我们是不是想要知道说 平均的那个贴文 比如说一天有多少 那什么叫做高 什么叫做低 对不对 你要定义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就透过这个日期来去算 日期来去算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什么单位别来去算 好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 这个联络如果都是打1999的话 那我觉得就不需要去特别分析 可是之前有些人他们一些新闻可能线上报名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其他种方式 或者是这个单位区公所这边 好 那再来就是新闻的内容 新闻内容看你们觉得需不需要去做分析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文字探勘 就是哪一类的 哪一类的新闻公告 或者是主要的关键字会是落在什么地方 举例来说好了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办哪一类的活动最多 或者是哪一类的新闻最多 都可以透过关键字来去找 例如说好了 林志玲他跟什么什么名词是比较有关系 那就是文字探勘了吗 对不对 我们都来去把它学一学好了 再来这边是不是有开始跟结束日期 就是请问一下新闻 新闻从上架到结束 那个平均时间 你觉得需不需要去做分析 至少我们这样看是可以做分析的 通常一个新闻 它的一个生命周期长短 它可以分析什么 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再来就是这个 其实它好像都是一致性 因为如果都是一致性的内容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必要去做分析了 可是可是这个 刚刚我所讲的是分析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应该要去了解到是一件事 例如说 例如说 这个假设 我们现在如果停留在 就是像Excel 这算都算得出来的东西 这没有什么好谈的 你根本就不用利用 怎么POWBR来去做这件事 我举例来说好了 请问一下 那个 这边 如果我们用大数据分析 你知道要分析什么东西吗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是不是可以分析出来说 台北市 万华区 区公说好了 就是 它的贴文数有多少 对不对 我绝对可以分析出来这件事 可是这是像Excel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去查一下万华区 例如说 第一年 第一年第二年 它好像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或者是越来越少的使用的趋势 这才是我们要用大数据分析的重点 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用Excel就做完 我们根本就不用来上这门课了 可是请问一下 我们了解区公所 我们了解了区公所对于这个新闻公告的平台 它的贴文数有持续越来越多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独立做一个他们专属的网站 可以了解我现在的意思吗 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重点 我接下来就要请你们至少写出三个 举例来说好了 你日期这边 你觉得可以做什么分析 我不是要分析 哪一年最多 哪一年最少 我要分析的是什么 这个网站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理解吧 什么叫活 就是使用率 就是我放新闻的频率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对不对 那什么叫死 就是已经下降下降到某一种程度 你还不停吗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然后接下来我们如果要达到这件事 你就应该知道说 我们可能至少要写一些函事 然后做一些计算 然后图要怎么画 接下来才讨论这些事情 可以理解 好 那我要请你们真的每一个人都要有到这样子的水平 不然等一下我就跟你讲说 好我们来去看他的趋势 你根本就不了解看趋势的目的 那就很可惜了 那我们干脆就回去GA那边 看他已经画完的东西不就好了 你有没有这种感想 那如果大家都听懂了 我再强调讲一次 你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边不是有很多单位吗 很多单位 我们应该没有限制说 只能区公所可以发布新闻 绝对里面有什么卫生局发布的新闻 一定会有各个单位去发布新闻 甚至包含学校 在座不是有学校的老师跑来上课 或者是干事职员来上课 学校也可以发公告啊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我们要学会了解说 是不是在这个新闻网站 对于例如说 以前好像区公所 他比较没有这样子发公文的一个需求 可是后来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这个时候 这就是我们要分析出来的重点了 那当然前提我们可能会针对 经常使用 经常使用 例如说 这个单位里面 偶尔才会出现 卫生局的一个新闻公告 那你不用去分析它 你一定是分析主要 主要经常在使用的 那一个单位 好了 那时间的部分 你觉得可以分析什么 等一下我就要请你们在座的长官来 跟我有一些回忆 还有 绝对不是算出来哪一天最多新闻 哪一天最少新闻 不是算这种东西 这些东西也要算 但它不是主要要算的 好 请你们现在来去想 我刚刚说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趋势 然后了解它的一个 那个 等于是说 行为模式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来去思考一下 这些东西